好继续带您看到白老会音乐剧猫24号晚上将在花莲首演 那么花莲县文化局宽宏艺术携手花莲捐血站 推出为期两天的捐血赠票 那么祭出80张的免费票券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 全台血库大缺血 花莲血库库存量仅剩5天 花莲县府文化局把握白老会音乐剧猫 24至27日将于花莲演出的机会 祭出80张免费票券赠送给完成捐血的民众 22日证票首日 40张票券在短短一小时内发送完毕 23日更适应民众一早6点半就来排队 就大概今天讲到6点半 然后我跟我妈一起来的 其实我们平常就有在捐血的习惯 然后只是说刚好时间就是超过两个月就可以在捐 然后所以有那个聚的关系就有来这样子 我老公平常都有在捐血的习惯 我就是偶尔会跟他一起来捐 他刚好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 说有送证票活动 刚好我们的捐血时间又到了 我们就想说那就顺道来捐血这样子 目前已经卖了将近八成 那矿宏艺术公司呢 他知道说在花莲捐血中心的一个捐血库存量 只剩下4天的一个存量 他为了来响应这个公益的号召呢 特别跟花莲县政府合作 来办理这是一个捐血送猫具的演出 那只要在2223这两天呢 来花莲捐血中心呢 捐血的前40位民众 那他就可以获得呢 在24号跟25号猫具的一个票券 那我们希望呢 来共同来推动这个 这个花莲捐血的一个风气 希望说能够来疏解更多的一个捐血的压力 现在其实全台因为疫情的惯性 可能捐血蛮严重的 那我们刚好这个机会 可以跟捐血中心合作 那也是第一次音乐巨猫这么大型的国际表演 来到花莲演出 那也睽違六年再次来到台湾做巡演 所以机会很难得 就想说利用这次音乐巨猫的票券的一个吸引力 然后可以想吸引到民众能够响应这个捐血活动 花莲军血战长蔡慧如表示 花莲血库库存量目前平均约5.1天 其中又以AB及O型血最短缺 仅剩4天库存量 A型及B型则分别是5天6天 其实现在北北计划 我们现在目前的安全库存量只剩下4天了 那其中A型是4天的安全库存量 B型有6天 那O型跟AB型只剩下3天 非常的紧迫了 那我们在冬季的时候 其实我们安全库存量要高达9天才会是足够的 那现在其实连一半的量都没有达到 所以是蛮缺血的 所以才会这次非常的感谢我们县政府 文化局跟那个我们的宽宏艺术提供这个票券的活动 不少民众已养成固定捐血的习惯 获知证票讯息更把握机会前来 这次捐血人潮也是平常的4至5倍 华联捐血战值盘未来有更多民众加入热心捐血的行列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